在大高雄市长宝座三墙相争 由绿军成局胜出 无党级的杨秋心在蓝绿夹杀之下 含泪吞下了败仗 而气宝效应失效 还有选前的枪击案 造成了蓝绿选民归队 变成了杨秋心落选的最大关键 杨秋心惨败掉下男儿泪 拿起面纸猛擦 整理心情面对事实 现在要回家干嘛 也是工作之一 有没有选立委 没有这个考虑 选前高喊选人不选党的杨秋心 为何在大高雄苦吞败仗 气宝效应到底有没有出现 看看选举结果 杨秋心得票414950票 黄昭顺拿下319171票 两人的票数加起来70几万票 仍然无法超越成局拿下的 8210089张票 气宝口号高喊 但并未成功发酵 选前连胜文遭到枪击 全台关切 激发了蓝绿两大阵营 危机感也是关键 连胜文这一枪 我看蓝绿 应该有不少 蓝绿也都归队 应该也是有一点影响 眷村票仓左营区开票结果 黄昭顺仍以6000多票的差距 领先杨秋心 重挫了杨振营 抢蓝军眷村票员的企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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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秋心仅仅牵起 妻子的首相前走 他告别群众 要沉淀蓝绿袈裟 苦吞败仗后的选举行情 这里就有最后报道